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忙总要抽出时间来调养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呢 我们要以五脏为中心进行调养 针对这个话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最有发言权了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欢迎翟教授 翟教授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好 翟教授 那我们今天要围绕的话题呢 就是要以我们的五脏为中心进行调养了 怎么去理解 如何去做到呢 五脏呢 在中医当中呢 确实是非常关键的 像《黄帝内经》当中就讲呢 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泽液 也就是说在人体的这个各个功能活动当中吧 其中五脏是关键 所以我们抓住五脏 实际上就可以起到一个指简欲凡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哪个脏气的 这里呢 在五脏当中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说的肾为先天之本 实际上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五脏的那个根 那个本 所以今天呢 我想呢 我们就谈谈肾的问题 怎么去养好肾 我就是大名鼎鼎的肾 是人的先天之本 我在五脏中的地位那可是相当的高 从出生开始 你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我的支持 所以我一直是被消耗的状态 可以说我就是身体的动力源泉 当我开始衰老时 你也会衰老 所以补好我就是永保活力的关键 我们很多人呀 在补肾呢 喜欢那种萌补 是 就是用大气量的把我们的肾想给拉提起来嘛 我补肾嘛 那给补进去嘛 实际上我想说的呢 真正的要补肾呀 不要那种萌补蛮补 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这实际上我这里谈两个特性 那就身的特性你要稍微了解一下 身有什么特性呢 内经当中讲啊 身折主折 为封藏之本 折是什么呢 折就是那种折虫嘛 你看折虫它的特点什么呢 到冬天啦 它就要怎么样呢 到这个洞里去藏着 春天以后它怎么样 它活动起来 你看它是一个不动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这种状态 这是肾的本性 那是封藏之本 是藏而不屑的 也就是偏一种静 这个时候你要说是补它 你就不要用那种 猛的手段去补它 你该适应它这个肾的特性 是那种藏扶之性 折虫之性 慢慢地去补 所以我们讲是 跪在日常坚持 也就是小补慢慢进行 是小火慢炖的 小火慢炖 但是你还不要尖断 所以我们说日常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特性 是肾本身的 另外一个我想提到 真正地说一提补肾 实际上年轻人还是偏少一点 我们在门诊上看也是一样 真是来补肾的 很多还是偏老的一点的 这样的人 那么老年人呢 他就有点什么特点呢 我们中医讲啊 人的一生啊 跨分几个阶段 生长壮老矣 这么几个阶段 实际上尤其在老年的阶段 也就是说 五十岁到六十岁 人呢怎么样偏一点虚了 这个时候偏一点衰老了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补肾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么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 人的生长发育状态 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而且这个规律 是不可逆转的 千万不要理解成 说的我到了七八十岁了 我还身体特别强大 跟小伙子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属于逆转了 逆转不了的 只能是我们的方法 只是什么呢 只是延缓一下 它衰老的速度而已 也就是说 人呢是慢慢要衰老的 功能呢是逐渐在减退的 我们呢用点方法呢 可以拉它一把 让它慢一点衰老 不要想着去逆转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想着那种蒙捕 你一蒙捕 刚才我也说了 你一蒙捕 就会扰动 折伏的这种虫子 让它动起来 让它动起来 它把应该封藏的东西 全都给你释放了 那你人那根还有吗 是 就没了 这样是不利于健康的 你要想补它 就是慢慢地坚持地 慢慢地去调补它 这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又不打扰它 这么低调的这个性格 我们一点一点地 您刚才说到了 跪在坚持嘛 那我们怎么样来补肾呢 有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坚持来做呢 你像那个古代名医 像我们那个陶红颈 这是养生大专家了嘛 他就提出来 他说实际上啊 怎么去补肾呢 他就提出这么几种方法 一种呢 叫扣齿 也就是上下牙齿啊 相互相互的打击 那他就提出来啊 他说你早晨起来呀 这不是你要洗漱吗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你就采取点扣齿这样的方法 上下牙齿相互打击 他说最好的是要多少遍呢 少的三十六遍 多的他说倒三百次也可以 倒三百次也行 你想啊 上下牙齿一打 口里就会产生筋液 这筋液呢 按中医来讲呢 皮煮精呀 说他肾乳液呀 所以这个筋液产生以后呢 适当的就吞咽下去 所以你看 一个是上下牙齿相互 一个是有筋液出来 你仍给他咽下去 中医认为啊 都是在补肾 可是这个扣齿 这个牙齿和肾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为什么我们扣齿 会起到补肾的作用呢 中医讲啊 这个肾是煮骨的 而这个齿呢 是谁呀 是骨之鱼 是人骨头的那一部分 所以呢 你运动 或者是上下牙齿 这不是相互敲击吗 这种情况下 换句话说 就是刺激你那个骨 反而就刺激了你的肾 可以增加那种肾脏的 这么一种功能 所以认为 你经常进行这样的运动 可以起到补肾的 这样的作用 这样可以就 这样行吗 这样就行 这个速度怎么样 可以 你整个的这个牙 咬合 整个的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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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咬合以后呢 你咬合几次以后 实际上那筋液 就唾液就很丰富 就出来了 对 唾液就分泌出来了 分泌出来 给它咽下去就可以了 这这对吗 这个张教授 闭着嘴也可以 闭着嘴的 但不易过快 不要过快 不用过快 七十下的 尺尖生金了吗 有了 有了 唾液 再咽下去 怎么了 我觉得很轻松 对 它是一个很轻松的这么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实际上也是陶宫颈提出来的 陶宫颈提出一个什么呢 叫揉耳 揉耳 就耳朵 我们咱们去揉我们的耳朵 中医讲呢 这个耳朵呢 是肾之翘 它是由肾 也是由肾所主的 所以我们作用这个翘关呢 揉这耳朵呢 也是有利于肾气的这种坚固 换句话说 对补肾 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另外一个呢 就这耳朵上的呀 血位特别多 你看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 这个医院的按摩科呀 当着人家用什么呢 或针灸科呀 给你贴点小王不留心 耳朵 贴耳朵 也就是说 我们人体各个部位 实际上在我们的耳朵上 都有反射点 那你贴点小耳朵 也就是所谓的耳靴了嘛 对于调节脏腑的 或者是其他器官的 这种功能 它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呢 你经常揉按揉按它 也是特别 对肾脏特别有好处 而且对其他脏腑 也有这种调养的作用 那我们一天要按多少下 有要求呢 它不仅提出来十四遍 就可以了 也就是早上起来梳洗 完成了 可以先扣扣使 然后揉揉门耳朵 这不是很轻易的 就可以做到的 另外还一个呢 也是特别简便的 我们就叫做 垫脚 因为这个足少阴圣经啊 它是起于我们这个脚趾的 小母哥之下 起于这之下呢 是携走足心 它通过这个内怀啊 内怀后边就到足根 然后从足根以后呢 再往上走 经过小腿再往上 到我们人体上半步去了 所以呢 你这个垫脚呢 使这个脚翘起来以后 脚后根落地 这实际上是刺激 你这个足后根 你一做这动作呀 它那个小腿 就偏于紧张 肌肉就紧张 就可以受到刺激 受到刺激 可以促进它的气血的 这么一种巡行 也刺激它的精气的巡行 看电视的时候呀 或者说是我们那个白领呢 在看那个什么电脑 做方案的时候呀 抽空 插空就做一做 还是很不错的事情 而且这个都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门槛也非常的低 这些都是日常补养我的好方法 可是如果我已经明显地受伤 呈虚弱状态 那这些方法可不够用了 不过这个时候你也不能瞎补 补养我需要分阴阳 否则会出大麻烦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肾虚呀 我们包括呀 说有肾阴虚呀 肾阳虚呀 甚至还有什么肾气不顾了 什么肾经不足了 它有不同的种类 那肾阴虚都有哪些症状呢 好吧 咱们看一看 肾阴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 腰细酸软呀 五心繁热呀 潮热倒汗呀 失眠多梦啊 这五心繁热是哪五心呢 张教授 五心繁热呢 主要是指一个就是心 心口嘛 心脏 另外一个手心 手心 两个手心 再加两个脚心 五心繁热 五心繁热 大家吃过这六维帝皇丸吗 这个六维帝皇丸呢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肾阴虚的 里边呢 我们称为叫三卜 那就是熟帝皇 山鱼肉 山药 这个呢 偏于一种什么呢 滋阴不肾 另外呢 还有三个药 我们也称为叫三蟹 那就是泽蟹呀 茯苓啊 牡丹皮啊 它是也是防止 那个三卜太滋腻了 所以它有点三蟹 在那里抑制一下三卜 但是整个的合方 还是以滋补肾阴为主的 达到一个纠正我们 肾阴不足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你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这种肾阴虚 那你说吃六位地方丸 它还能对症吗 它就不对症了 那刚才您说到 除了肾阴虚 还有肾阳虚 对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肾阳虚 有什么样的症状 这你看啊 腰膝困重疼痛 实际上也有点酸软 那个意思在里边啊 下肢胃寒 有人啊是全身的怕冷 但是他以下肢 尤其是腰下部为重 有的是夜尿频多 一睡觉 晚上啊就要起来 老要起夜 另外呢 还有人大便呀 偏什么呀 偏西 尤其是早晨起来 一起来 人一动 马上就要去厕所 我们也称作叫做 五更穴穴 也称作沉穴 有这样症状的 基本上偏于那种 肾阳不足了 肾阳虚呢 在中医当中啊 也有它的股方 就是刚才那个 六味地黄丸基础上 它实际上 加了两味药 称作叫什么 叫贵妇地黄丸 一个是呢 加了一个贵枝 另外呢 加了一个妇子 这两味药 基本上都是 心肝温 或心肝大热 它是补羊的 是炷火的 是撞火的 你看啊 原来有滋阴的 在滋阴的基础上 加上撞羊的 补羊的 这样更好的 补羊我们的阳气 因为中医也特别强调 这么一个问题啊 这怎么去补这个羊 不是说纯用点羊药就行了 不是 是在滋阴的基础上 来补羊 以阴化羊 让补你的阳气啊 有根 这样补的你那个阳气啊 才能源源不断的 使得阳气 升爬起来 那么就现在来讲呢 有些人呢 就把这个桂枝啊 用成了肉桂 就变成了肉桂和腹子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行的 实际上都是在阴的基础上 补羊 来纠正这种肾羊虚的 这么一种状态 补肾 养肾很重要 那说完了肾 我们再来看看这皮 我是皮 在五脏中和肾的地位 一样重要 我可是后天之本 也算是全身营养的搬运工吧 这五脏六腑的后天乳养 全靠我一个 你可不能小瞧了我 要好好了解我 养护我 皮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是蕴化我们水谷之精微的 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怎么变成营养 然后营养我们全身 使我们活得有精神 这都是皮的功用 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皮啊 它是处于一种中交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这骑机体运转起来啊 皮是个中枢 中枢嘛 也就是枢纽 抵它转了 你这五脏才能转起来 所以呢 皮啊特别的关键 《黄帝内经》啊 有这么一段原文 它怎么说的呢 皮为之始 始是意始 意始换句话说 就是干活了 被谁干活啊 被五脏干活 五脏这个契机能够转起来 靠的是谁 靠的是皮 皮在这给它用劲呢 你才能干起这活来 正是由于皮声 胃降 带动着整个五脏气机的转起来 它如果出现问题 那么就会导致 五脏你这个气机啊 你可能就转不出来了 转不动了 就等于停滞状态了 那这就出问题了 如果是皮虚了 可能人就会显得比较老 你看中医讲这关系问题吗 皮主肌肉 你那肌肉怎么样呢 虚了 这样导致你外表的这个撑着的皮肤的根 踏旋了 所以显得人的脸也垮了 胳膊肌肉什么的也松弛了 皮肤也松弛了 这样就是叫你显得着 另外一个呢 它没力气 走到啊 它也不是那种剑步如飞了 它可能让步履攀山了 对 根是在哪儿 根是在皮上 那这太关键了 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不要显老 延缓衰老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 我们这个皮究竟虚不虚呢 皮呢 虚不虚 有什么样的判断标准 实际上它也有一些症状啊 你比如说有人 吃的呢 比较少 肚子胀 腐胀 有人呢 就是肚子呀 有时候有点疼 这个疼呢 一按呀 就比较舒服一点 肢体 倦怠 也就全身没劲儿嘛 还有的人呢 怎么样 不愿意说话 也可以称作少气 懒言 还有的人呢 有点怕寒 肢体有点冷 还有的大便呢 怎么样呢 有点糖膜清晰 有点腹泻 这些实际上都偏于叫脾气不足 所以我们可以叫做脾虚之症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重要了吧 可千万不能让我去 如果我出了问题 不仅会显老 而且五脏六腑都会乱套 所以啊 要学会养护我 我呢 天生好动 先不住 只要你头我所好 多动动 就能养好我 动动呢 有一层意思呢 就是运动 运动 你看锻炼哪呢 也就是我们的四肢 我们的肌肉 活动起来 对 中医讲啊 肌肉由谁所煮 是由脾所煮 四肢由谁所煮 也是由脾所煮 所以在《皇帝内经》当中啊 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是叫脾主肌肉 脾主四肢 如果人的消化好 如果人家的脾旺盛 那么我们的肌肉 就会发达 我们的四肢功能 就是正常的 如果是脾气不足 脾气虚 那么呢 我们的肌肉 得不到营养 四肢呢 得不到气血 这样呢 我们的肌肉也好啊 我们的四肢也好啊 功能就会下降 在《内经》当中啊 也有这么一个观点 它叫什么呢 叫做置尾 读取扬名 那个尾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的 功能性的费用 也就是我们四肢 比如说 我这手应该拿这东西 它拿不了了 尾费不用了 就是那个肌肉啊 都消瘦了 肌肉都萎缩了 这样怎么样呢 读取扬名 这个扬名在这里 就是脾胃的代名词 也就是我们的消化 这一块 你看看啊 它说得很明确了 也就是肌肉功能不好的 从哪去治疗呢 是抓住这个脾 所以你反过来说呀 我们多运动 就会怎么样呢 就要消耗气血 消耗气血呢 就会从脾那儿 让它产生更多的能量 来去供养 肌肉也好啊 四肢也好啊 所以你多运动运动 怎么样呢 就会对脾它的功能 有所促进 有所增加 所以你看呀 运动比较多的 或者说肌肉比较发达 就这样的人 我可以下这么一结论啊 这样的人基本上是脾胃 功能是好的 所以这个是相互关联的 对 它是相互关联的 反而那种比较瘦弱的人 有的时候食欲也不好啊 消化功能也不好 另外一个呢 这个动动啊 不仅是我们的胳膊腿啊 我们的这个运动啊 形体上的运动 而且还包含一个什么 脑的运动 因为中医讲啊 这个脾是主丝的 脾主丝嘛 换句话说 人的想问题 考虑问题了 这是对脾是有帮助的 也是养脾的这么一个方面 得常转 对 你得转 你得想那个事 就跟机器似的 你得转起来 说这不想 这是不行的 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看到 这还是那病人啊 什么都不想 一天啊 就在这个屋子里坐着 表情也是呆滞的 这样人食欲能好吗 肯定不好 脾胃功能肯定不健全 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如果说是 你有点精神了 考虑一些问题了 思考一些问题 想着我要去干点什么事了 这个时候 它精神气也来了 精神状态也变好了一点 食欲也正常了 也就是脾胃功能也就正常了 四肢要活动 大脑呢也要琢磨 所以你看像我这样热爱工作的人 脾胃就好 他在工作的时候呢 他这个 他用脑啊 我们又要有丰富的肢体的这个活动啊 然后我真的觉得食欲会变得好 真是你说放了几天假 他就休假 就在家里休息 这个时候放假了嘛 也不考虑工作上的事 也不考虑其他的事 有人就睡大觉 也不想一些问题 食欲反而都下去了 确实就下去了 反而他一工作的时候呢 考虑一些问题了 他的脾胃的功能也就健全了 食欲可能也就起来了 那我就有点想一个问题 好像身边有很多同事 跟我们是反着的 就比如说他对这个事 想得特别的细 琢磨得特别透 反而感觉他那个食欲 好像没有我们旺盛 没有我们感觉吃得香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里呢 就提这么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说 我所说的这个多动动脑 多考虑一些问题 这是适度的 是不能过死 它有一个肚的问题 你要特别集中 老钻那个牛角尖的椅子去了 这就出问题了 这个中医就讲究 这叫过丝了 过丝会产生什么呢 会产生啊 你那个气机 我们都知道 说我们情志啊思维 都影响气机 它就会使着 你这个气机啊 结住了 它叫私则气接 就结住了 结住就不走了嘛 不走了导致的结果呢 脾胃笑话就不行了 那脾胃也转不起来了 转不起来就停止那了 停止那了 你食欲也就差了 最后导致的 这人呢 过丝又怎么样呢 胸脉啊 气脏啊 就都出来了 食欲也没有了 你看看我们有的时候 你包括古代也好啊 现代也好啊 有些相思病 实际上就是便宜这种情况了 也不想吃饭了 然后情绪也不太正常了 脾胃功能 那是一切千里 也就不好了 除了投我所好 你还要知道我怕什么 我最怕的就是体内淤质 你可别想着我容易虚 就猛吃补皮药 想办法让我不淤质 全身通畅 才是最重要的 这其中曲痰最为关键 这就是养好我的诀窍 也就是脾胃呢 我刚才说了 它是为气脊的枢纽嘛 那也就是说 你脾胃的气脊 升降是要正常起来的 你不能说体内有痰啊 有湿啊 在那堵着 这就不行了 因为如果不通啊 你补不均去 得先清空 得先 要不然你会怎么样呢 越补越堵 越补越堵 所以就会造成了 补了半天 这人没长胖 人瘦还是那么瘦 结果起了一脸猫 可弄得口舌声疮 弄得自己的脾气特别大 那就是瘀住了 就是不通所造成的 得先通再补 对 我们在人床上 也经常见到这些 尤其是小儿 你说饮食怎么样啊 问问家长 家长一说 还爱吃 吃饭特别挑食 就愿意吃肉 给他蔬菜啊 根本就不吃 多吃鱼啊 多吃肉啊 吃进去以后 鱼生坛 肉生火嘛 他还在那更加聚集了 有那家长特别有意思 还把那蔬菜里给藏起来 就是裹在这个饭里 尤其是这些馒头和烙饼 给加好喽 里头再搁点肉 把蔬菜让他吃进去 他就不吃了 你说这种的 体型也挺瘦 也不胖 能够把脾胃给补了吗 补不了 因为他确实里边呀 有痰呀 有湿呀 有热呀 只能是加重这些东西的存量 根本就补不进去 我们就说吧 是补不进去 补不进去的同时 又化成邪气了 又化成这些浊气了 加重人体的负担了 也加重脾胃的负担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想办法 把那些弹诗啊 递给他剃除出去 这实际上就是在通 那这弹诗 到底我们怎么理解呢 对于这弹的理解呢 中医呢 有这样的看法 一种倾作有形之弹 有形之弹 有形之弹 有形嘛 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吗 也就是说我们早上起来 一颗子 吐口痰出来 这说明有它 黏痰 这个痰我们怎么给它驱除呢 我们就要采取一些 化痰 去痰之品之药 一般来讲呢 临床上呢 用的比较多的 像我经常也经常用的啊 挺著名的叫三人汤 杏仁 杏仁 白寇仁 一人 其实这张方子原方是出自在这个温病调变的 温病大家无拘通 他的方法 你看啊 他这个姓仁实际上是要宣我们的上 他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上交 所以他有宣上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白寇仁呢 他就有点什么呢 方香画室 有点这种画痰呀 贱痞呀 是这么一种作用 它作用于我们的宗教 白寇仁就是香的 所以我们又说香入痞又有行痞的作用 另外呢就是义仁 义仁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驱师的 那就是驱师的 它是作用于哪呢 作用于我们的下交的 所以我们称过诞胜立师的 所以你看他这组成啊 有上交的 作用于上的 有宣上的作用 有作用于中交的 有畅中的作用 有作用于下交的 有立下的作用 所以这仨人 把我们全身都给掌握了 全面去诗 全面去诗 上中下全给你用到了 一去探诗 另外还有一种呢 中医称作无形之谈 无形之谈呢 也就是说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它却有你的真相 也就外表的一些症状啊 可以表现出来 中医认为你有痰试 你比如 临床最多见的 腰疼腿疼 挺长时间了 像我们所说的那些臂症啊 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天气一有变化呀 它就加入 但是那痰诗具体在哪儿 你就看不见摸不着 这就是无形之谈 这就属于无形之谈 还有人呢 你说那感冒 感冒啊 有的时候一感冒以后 人家一个星期就好了 两个星期就好了 它一下扯个三四个星期 老也好不了 而且还反复发布 缠绵难遇 这就是中医所说的 痰诗的那种粘质之相 它粘质不除 你包括我们说肢体沉重 腿也抬不起来 手拿东西也没劲 这胳膊就老想这么待着 一说往上举 它就特别费劲 特别沉重这种感觉 这都属于有痰诗之相 但是呢 你说真正那个痰诗在哪儿 是不是有形 它可能确实找不着 在临床上啊 经常见到这样的病人 也就是认为这个嗓子 有东西在那堵着 说吐也吐不出来 咽也咽不下去 反正就东西在这堵着 你要说这能吐出来 吐口痰出来 那就是有形的 有形之痰 它也吐不出来 没有 说你到那个医院上啊 查查喉痙啊 甚至有人还做CT 你也查不出来 但是病人感觉 我就是堵着 这个中医就讲到 这叫痰气护接 接在哪儿了 就接在你伞子这儿了 有一种给忽住的感觉 忽住感觉 但是有形没形 你看不见 没形 也是无形之痰 也是无形之痰 这就属于无形之痰 这个无形之痰 恐怕是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根除吧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 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这个无形之痰 恐怕是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根除吧 确实 首先呢 为什么产生无形之痰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还是正气不足 正气不充足 那么血气就会停留在体内 所以它的原则 是首先是要 补补你的脾气 补补你的正气 用点什么呢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用一点 身灵白猪伞 你看身灵白猪伞当中啊 像人参呀 这个莲子呀 包括山呀 这些呢 实际上是偏于 补脾气的 这也就是补你的正气了 服正了 对 就服你的正了 正气强大了 那些邪气 才不能在身上存留 所以这是补你的脾气的 另外呢 其他一些药呢 你像白猪啊 白匾痘啊 艺人啊 茯苓啊 它就可以健脾 立势 把邪气 把你那种痰失啊 怎么样 给你去除掉 给你去除掉 另外呢 你像那种杀人啊 它还是有点香味嘛 芳香化石 又可以起到一个形体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尤其这里呢 还用点这种结梗 结梗呢 它可以注意一下杀人 调畅你的气机 另外它也可以宰药 怎么样呢 上行 让那个全身的气机 周全了 所以这张方子呢 应该说 又可以健脾不正 又可以去弹尸去邪 还可以调唱 我们全身的这种 气机 对于一些 说食欲不是特别好的 身上有点乏力的 肚子有的时候有点胀的 甚至有些人 大便有点偏膝的 关键话说 有点拉肚子的 其实这些人都可以 适当地用一用 都是可以的 这个大概可以用 多长时间呢 大概的可以用 两星期 症状比较严重一点的 可以用到一个月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也建议呢 对于脾胃 真的不太好的 尤其像一些腹痛 腹胀特别厉害的 还是要去看看大夫 掌声感谢 翟尚丁教授的精彩分享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呢 我们接着听翟教授的讲解 感谢大家收看 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丁锡 明天见啦 明天见啦